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说是因为理解分歧 也有人说是因为两人之间的差距 但我觉得其实渐行渐远的根本原因就是频率不同罢了 今天延安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频率不同注定不是一路人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前些天有读者在后台留言 为什么曾经那么好的朋友 现在却如此的疏远 我回复他 是因为彼此的频率和步调不在一致 贝多芬曾说 有意的基础在于两个人的心肠和灵魂有着最大的相似 人与人的感情始于共鸣 终于分歧 很多关系的疏远就是因为频率不同 当彼此步调不在一致 频率不在相同 分开也就成了必然 频率不同 注定不是一路人 以前总以为朋友之间一旦相识就是一生 后来才发现人生哪能如初见 生命总是相遇容易 相处难 很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 没有冲突也没有争吵 只是在一个平常的日子 你突然发现你们之间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远了 或许是一个人喜欢社交 一个人喜欢独处 又或者是一个人喜欢游戏 一个人喜欢旅行 总之 你们之间没有了共同的话题 再也找不到以往的默契 只剩下令人尴尬的寒暄 想起曾经有人说过 朋友之间的慢慢走散 一般会经历三个关卡 第一阶段 在大学那关 高考以后 大家奔赴不同的城市 选择不同的专业 彼此能聊的话题开始渐渐变少 第二阶段 在工作那关 有人选择了稳定和安逸 有人选择了梦想与远方 不同的圈子 不同的目标 让彼此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第三阶段 在婚姻那关 你有你的家庭 我有我的生活 我们都成了彼此生活中不重要的那个人 仔细想想 是我们不够珍惜和在意对方吗 不是 很多时候两个人的分开 不过是因为在命运的十字路口 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正如作家松眉细细所说 曾经两小无猜的好朋友 真情还在 中间却已经隔了一条河 这条河太宽 里面隔了岁月 盛满了人生酸甜苦辣 再也无法逾越 朋友行飞和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 她有个特别要好的朋友 十多年的感情 两人无话不谈 不分你我 工作后 两人去了不同的城市 但在联系时 却再也没了当初的感觉 朋友努力加班工作 会被对方说 女孩子就应该吃吃玩玩 那么辛苦干啥 朋友喜欢上进的男生 而对方却告诉他 男孩上进没有用 有钱才是真的 朋友比较善良 经常会去做公益 而对方却嫌弃说 你这点钱 帮了和没帮一样 和频率不同的人聊天 他不能理解你的想法 我认同你的处事方法 更无法体会你的感受 总之 你的努力 对方嗤之以鼻 你的理想 对方觉得是天方夜谭 是啊 两个频率不同的人 不仅思想无法同步 做事无法同频 节奏也无法一致 最后只会让彼此越来越累 但其实频率不同何必为有 飞鸟与鱼不同路 从此山水不相逢 频率不同注定不是一路人 就算硬凑在一起 也不过是对往日情分的一种消耗 保持距离 相互祝福 才是对逝去的友情最大的尊重 叔父的关系是同频共振 同事曾告诉我 他每次读完书 有了新的思考和感悟 就会迫不及待地 分享给自己的朋友 因为朋友能从字里行间 读懂他的所思所想 给予他支持和鼓励 而且朋友的一些见解 同样也能给他带来 不同的视角和启发 他说自己特别享受 这种被人理解 与人共鸣的感觉 周国平有句话说得好 与人相处 如果你感到格外的轻松 在轻松中又感到了真实的教义 我敢断定 你一定遇到了你的同类 哪怕你们从事着截然不同的职业 跟懂你的人在一起 不必大费唇舌解释太多 因为彼此志同道合 自然能够做到心意相通 金庸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 他和蔡兰之间的友谊 两人每次相聚在一起 都会度过一段极为快活的时光 要么是一起去世界各地旅游 体验不同的旅社 风景和美食 要么是同读一本好书 谈古论金 相互交流彼此的意见和看法 以前他身体健康的时候 两人经常一起饮酒畅谈 后来他得了心脏病 不能喝酒了 每逢宴会的时候 仍然喜欢坐在蔡兰身边 他们之间总有聊不完的话题 两人还常常在宴会上 悄悄说些不中听的话 并引以为乐 看书 品酒 旅游 这些共同的兴趣爱好 造就了这段 为世人津津乐道的绝佳友谊 《易经》上说 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同样的声音才能产生共鸣 同样的气味才会相互融合 同频的人才能久处不厌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和懂得 你懂我的一举一动 我懂你的一言一行 如此便是知己 人生路上 朋友易得知己难求 遇上了 记得好好珍惜 频率相同的人总能相逢 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实验 在一个房间放满了 不同大小的音叉 如果振动其中一个音叉 另外一个和它振动频率 相同的音叉也会被引动 后来这一现象 被延伸为一个理论 一个人的思想和情感 也带有一定的频率 并且会吸引周围 那些和他频率最相近的人 李白与赫之章 便是因为志趣相投 性情相合而相遇相识 那时的李白刚来长安 两人之前从未有过任何交集 但赫之章读过李白的诗词 对他的才情无限推崇 李白一听过赫之章的名声 被对方的人品所折服 于是没过多久 两人就忍不住相约 到酒楼论师饮酒 两人一见面 赫之章便开口问道 酒闻大名 近来有没有新作 可以一睹为快 李白立马换来小二 被其文房四宝 随即写下 那篇传颂至今的 蜀道南 赫之章一边读 一边唱 一边感叹 一边欣赏 四十岁的李白 与八十岁的赫之章 越谈越投机 越喝越尽兴 两人都爱好诗文 豪爽善饮 相同的爱好和性情 让他们相互吸引 对彼此产生好奇和兴趣 即使年龄相差四十岁 依然一见如故 惺惺相惜 吸引力法则中说 你是什么样的人 就会吸引 什么样的人和能量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你会遇见什么人 其实早就命中注定了 频率不同的人 即便朝夕相处 也终究会分离 而频率相同的人 即使相隔千里 也终会相聚在一起 很赞同这样一句话 人生太长 如果不能和一个频率相同的人 生活该有多累 人生太短 如果不能和一个频率相同的人 生活该有多遗憾 和频率相同的人在一起 相处舒服 让人如沐春风 和频率不同的人在一起 空气中都充满尴尬 多待一秒都是折磨 往后余生 愿你遇到那个 和你频率一致的人 他理解你的欲言又止 听懂你的言不由衷 明白你的悲欢苦乐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